問先生 金串桂仁終於贏出 香港角度的錦標 這一場的勝利 對你那一隻舊臉有點責任 你自己的感受 你終於可以贏得到 嗯... 舊臉就好像掉落大桌一樣 爬不上來 那現在當然啦 Last 200 也有一點經驗 最後也有高潮出現 在前你就說過 希望金串桂仁抽三至六檔 那今場他們就抽到紅豆 但沿途其實 寬論都沒有那麼刻意來的 其實是否你們賽前都談過 有一個保釋的問題 其實我們賽前 都是希望跟著那些前領馬跑 盡量省少許位啦 那但是沿途的走位呢 就定是在騎士那裡走出並走入 那這件事呢 他冠軍騎士 他應該懂得去撿衣服的啦 對 在最後就是我們騎士 即是職務初段 你自己的心情又是怎樣呢 見到金串桂仁好像一道的空間 那個空間 面面又有太大觸動空間的存在 那時候的心情也都說 激直到那個床 有少少那過啦 那有位出來的時候 都在高潮來著 這筆馬在你心目中 現在的份量有沒有再比之前 再升到的感覺 嗯 差不多啦 因為他的狀態 都是保持著很準繩 他有沒有狀態 他都跑得很好 給你看 又 快到現在跑四場 兩個第二 兩個第一 那他那個準繩度是非常之高的 他就很中心的馬 那暫時來說 我想這個香港短途 我想他都是排第一 會不會都在你心目中 無論差劇和重演以來 都是哪個排第一呢 嗯 我想 肯定是 在現階段來說 將來有沒有都很難說 即是 有隻很慢的電容面試 對每一個人馬師來說 那他透露一下 金全他是跑不貴 那個好處又是怎樣 因為去年都試過說 曾經都試過安排他 奉名過三 即是遠征參加的 或者最終當然是 反而可以說 就是下半歸的情況 怎麼樣 由於我們的目標 都是定在那個 三公子圖那裏 那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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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對著馬便 即是公平些 跑完兩場才做個決定 那因為你去第二道跑 那裏 有適當的路程 但是你都要有適當的時間 那 那我們也都希望 你做多次三冠馬王 再做多個三冠馬王 做多個紀錄出來 那裏 預祝今次不貴人繼續 再一次恭喜薩文先生 再一次恭喜薩文先生 多謝 謝謝